如果有些许的冒犯,各位就是多多等待 有些许冒犯就找你了 我们就自杀就好了 可以 又瘦了,还是真正的美女开美严这块就有点 是不是 对,我没有开美严 你看看,像我们这个行业里女演员朋友们 真的是,你们在镜头上看可能是正好,但是现实当中老瘦了 当时我跟热吧合作的时候天天来就说 先早上起来,早起40分钟在家练卷户的 非常的卷,非常的自卷 对,在现场热吧跟我们说每次他都是开工前先健身的 是的 可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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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同一个镜头的时候可以显得人小一点 真的是贫了老命 你别闹了,你是最小的 我最大 那天那个剧刚一上映我就给龚俊发消息 我说那个什么,我说 我说我在这个剧里这么丑,当时这么胖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减减肥 你告诉朋友们你怎么回答的我 我说 因为不认识啊 我怕说出来咱们俩关系就吐没了给 就可能从此就恩断义绝了 感觉小伙不懂事上来告我减肥 但是希望下次再有合作的时候 如果我胖了,一定要提醒,及时告诉我 你刘亦宁这不像话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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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